一点透视要带您聚焦 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竟然爆出学生集体作弊 台大的学生而且是某系所期中考集体作弊事件 作弊的同学得知消息竟然还在留言底下哀求 不要把事情闹大 而且说被父母知道就会完蛋 只要一百万元以下的遮口费他都敢给 此篇文章现在也掀起了热烈讨论 就连疑似该系的助教也在文章下方留言 表示会把作弊的学生通通揪出来 校方表示目前还在查证是否属实 如果确认有此事也会依校规处置 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惊传作弊一云 某系所学生在D卡上爆料同学集体作弊 没想到文章一出竟然就有学生留言承认 甚至愿意开出高价封口费 标题写下拜托不要讲 一次作弊同学先是盗窃 另外希望原po不要把事情闹大 更不希望爸妈知道此事 甚至反问对方要什么我都可以给 只要一百万以下你开口我都敢给 事情传开后其他作弊同学也纷纷留言 愿意出钱解决事情 戏内作弊丑闻瞬间在戏上印发讨论 事后就连自称该系的助教也对此回应 表示周一会在课堂上宣布处分 还说该查的都查了 考试卷改下去大概就知道哪些人作弊 因为某些同学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要我们不抓也很难 我一定会一个一个把你们揪出来 校方他们也应该根据文章去联络可能有关的科技调查 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如果照规范的话就是最严重可能就是退学 正在进行必要的查证工作 整理完成以后 移到本校学生奖成委员会进行后续的处理 校方目前也正在查证网络贴文是否属实 如确认有此事将移校规处置 绝不宽待 借台北综合报道